欧巴马能否行使修会任命权提名大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突然此事留下一名空缺 共和党参议员似乎忘了欧巴马是2012年由人民选出的总统 还在任期内而坚持要等明年上任的新总统提名补足空缺 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发下豪雨绝不让欧巴马提名 欧巴马总统其实可以趁7月18日到9月5日之间的参议会修会期间 任命一位大法官来填补史卡利亚的空缺 根据最高法院2014年的判决 若参议员修会超过10天 总统便可行使修会任命权 而今年暑期修会便超过10天 在修会期间 总统可不经参议员通过就提名大法官人选 参议员消息人士指出 共和党参议员可能全体拒绝收假 来阻挡修会任命 参议员也可指派一位来自维吉尼亚州 马里兰州或德拉瓦州的议员做代表 维持刑事议事期 表示仍有参议员出席 但在2012年 欧巴马已表示刑事议事期 运步凌驾于宪法赋予他的修会任命权之上 据报 欧巴马周日晚间表示 他无疑在最近的修会期 2月12日到22日间提名人选 但这可能表示他仍会在未来提名 或者他可能会提名一位温和且勾格的人选 如此一来 共和党参议员若否决 只会让自己难堪